孩子重病,母亲为何一走了之? 感觉她两个孩子都不想要了,那个意思。 声声呼唤,妈妈,你在哪里? 爱情陷入危机,婆媳关系紧张,孩子需要妈妈,三者权衡,她又当作何抉择? 我把镜子全都卖了,可是他们家里还是站在我。 腰位已经好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都市情人今晚播出。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梦里还要。 都市情人今晚播出。 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亚芝。 幸福配方是我们栏目策划的全省首当心理援助节目。 每周六晚上七点半钟,请大家记得收看。 世上只有妈妈好,是我们从小都耳熟能详的一首歌。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包,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想不了。 是啊,都说孩子呢,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世上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最纯粹,最无私的。 而孩子有了妈妈在身边,就有永远也想不完的幸福。 而刚刚画面当中的两个孩子的妈妈,却离开他们两个月之久。 听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曲,两个孩子都思念起了妈妈。 那么,他们的妈妈在哪呢? 日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吃孩子像块包。 妞妞今年不满五岁,她还没有学过认字,甚至连这首歌的歌词都不太清楚,但她也能准确地唱出前两句。 妞妞说,她和弟弟想妈妈了。 妈妈,你回来吧,还有韩姐姐。 妞妞的弟弟今年才三岁多,但她在2019年底的时候,被查出得了白血病。 我们去的前一天,她刚打完第三个化疗出院。 年近三岁的孩子,原本该是天真烂漫,富疼母爱,无忧无虑的年纪, 却承受着她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疼痛。 比较坚强,就是做腰窗跟骨窗的话就哭得厉害,这么长的针,砸在腰里面。 在医院待一个礼拜,然后在家待一个礼拜。 她就是一时三天一个礼拜。 两个孩子的父亲张军明,也是今天节目的求助人。 今年三十岁,九江都畅欠人。 她说儿子才三岁,就得了白血病。 她家庭贫困,未给孩子治病,四处借钱。 现在,妻子也离开了这个家,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去年12月18号,在那个儿童院检查出来那个急性淋巴吸发白血病, 整个天都塌下来了,感觉。 因为我就这一个儿子,只要有一丝希望,我就会坚持知道自己,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江军明坦言,为了给儿子治病。 三个月前,他们父亲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 一起租住在江西儿童医院附近的一幢老房子里。 但两个月前,妻子却离开了他们。 妻子走后,她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希望她能过来吧,如果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希望她过来。 如果她实在不过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是希望在孩子得病这段时间,经济上没有,但至少妈妈在身边上。 对,对,尽母亲的责任。 江军明说,孩子没得病之前,一家人的日子平淡而幸福。 但没想到,孩子生病后,妻子竟然变了。 那么孩子的妈妈为何在孩子生病的情况下,离开孩子,离开这个家呢? 什么都没有发生。 她走的时候还跟我妈吵了一架,她就故意调查找寺,吵了一架。 江军明说,从给儿子治病到现在,已经花了十几万。 她认为,妻子是觉得生活无望,所以抛下她和孩子离开了。 那么,事实到底是否如江军明所说呢? 现在是无所谓的,感觉她两个孩子都不想要了,那个意思。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因为她过年的那一天,她也找我吵架了。 她也诅咒我一家人了。 还骂了我,还骂了我,无所谓的。 还骂了我,不行,不行。 然后就跑下去了,是吧? 然后就跑,跑到医院的那个病友就去拉,那时候拉回来了。 眼前这个女人就是江军明的妈妈,今年62岁。 江军明说,过年那天,妻子的反常态度就已经让她感到不安。 而之后没多久,没想到妻子突然就因为一点小事,跟妈妈吵了嘴,就真的离开了。 她走之后你有没有联系她? 联系了,我经常跟她打电话,发现是。 反正她就是不理吧,就不来那样子。 按理说,作为孩子的母亲,在孩子生病的情况下,就这样平白无故地离开,的确是不妥。 那么江军明的妻子离开的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的人在洗衣服了。 你在哪里洗衣服,那里面? 在哪里洗衣服了。 还有我的人,我也不晓得我的人,没在。 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 我买三续,她说我回家,我买三续。 我的人在买三续,我也不晓得,我洗衣服了。 张军明的妈妈回忆,两个月前的一天,儿子买菜回来在最里面的卧室里。 而他在厨房洗衣服鲨鱼,突然听到儿媳敲门。 女儿开门,妻子进来后,江军明说妻子就指着母亲骂了两句,本想跟妻子吵,但忍着没说。 她一进来就骂,骂我妈妈。 我们家死哥,老婆。 骂得很难听的话,她就指着我妈妈妈,她一点都不尊重我妈妈。 你说没开门,然后我女儿去开了,那就没事了。 江军明说,她都没有因为妻子骂母亲而指责妻子。 没想到,妻子反而一气之下,拎起包就走了。 当时,她也懵了。 江军明的妈妈说,虽然儿媳妇骂了她,但她也不会跟儿媳妇计较。 现在,她希望儿媳妇能够回来,和儿子一起照顾孩子。 他遇上门巡妻,若能否如愿。 妈妈,今天请把妈妈找回来,可以吗? 好不好。 妻子声称被逼走,背后有何隐情。 这她妈妈逼我走的,她们一家人逼我走的。 世上只有妈妈好,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想要看更美的风景,最好现在就出发。 想要一直向前,就不能停下脚步。 想要拥抱幸福,就要靠近温暖。 想要成为母亲,就不曾怕过生活的来。 想要拖起生命的希望,就要以人心人数,守护每个家庭的梦想。 江西都市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南昌华山医院。 全面条住院一连体。 十三年,为数万个新生命护航。 我爱你,要生就生。 拖开迷雾,直击真相。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国产大飞机。 多续演示,真诚推荐。 拖拖助拦,实力败扩。 将下一套全媒体直播平台。 主播记者随时想念,大屏小屏即时互动。 最快,最新,最潮。 随时随地,看见江西。 二直播,天天播。 二直播,一直播。 省内旅游开放了。 春已至,百花开,都市放心游,邮您放心出游。 出游热线,0791-822-7222。 时程度捐花节,花开硬山红,红透半边天,大美食城。 有花有香,有美食,都市放心游。 让我们不负好春光,一起出发吧。 更多精彩线路,可拨打电话,0791-822-7222。 遭遇法律难题,随时随地进行咨询。 江西二套推出干法智慧法务平台。 全国四万名资深律师,24小时在线,六秒急速相应,一对一在线咨询。 图文咨询,电话快论,视频咨询。 贴心,快捷,高品质。 找干法,有办法,小程序,大服务。 江西都市频道,干法平台,让法律徒触手可及。 江军民的妈妈叮嘱儿子,到了儿媳娘家,好好跟儿媳解释一下,让她回来。 而在江军民看来,妻子离家之前的小争吵呢,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那么,江军民妻子离开她和孩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一切只有见到了她的妻子之后,我们才能够知晓。 那么,江军民能够把妻子劝回来吗? 两个孩子天真无邪,年纪尚小。 他们只知道好久没见妈妈了,但却不知道大人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带着两个孩子的希望,江军民带着我们驱车赶往九江都昌县的妻子娘家,希望能够劝她回家。 妻子不在家,听说到父亲上班去了。 岳父母不在家,妻子的姐姐外出寻找。 不一会儿,江军民的岳父出现了。 我女儿开了,她引起来,我就引救过。 年轻这位就是江军民的岳父。 一见到女婿,她就指责起女婿和亲家母来。 难道江军民的妻子真的是因为这个事儿才临家的吗? 你发生了什么?你给你照顾了什么? 没有发生什么? 没有发生什么? 当时我去买菜去了。 我也是你,我也是你,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我这个箱子,前面就用了几乎。 然后走,然后走,也在家里,也在家里,妈的避兴都。 避兴都也不来一下子。 他骂我妈了,就骂他了。 他手指着你,骂你妈,骂你妈,是你不开门的。 江军民认为,本来这个事情都不是什么大事。 况且当时他从里屋出来后,妻子在骂母亲。 他都没说什么,但妻子到现在却执意不肯回家,他不理解。 他说,敲了好久,还有脚踢了,他就没人开,结果他还会说他拟了开。 江军民妻子的姐姐说,妹妹生气的点,也就在于两个大人在家都没给他开门。 说起来这个事情好像是个误会,那么为何一切小事就导致孩子妈妈在孩子生病期间一走了之呢? 江军民的岳母还告诉我们,还没到分文没有的地步, 女婿就逼着女儿把结婚时买的戒指和手镯给卖掉了,他们很生气。 江军民的岳父情绪激动,把女婿特意买的水果给拎放到了门外。 看来两家之间的确存在一些误会,事情的关键还在江军民的妻子。 不一会儿他回来了,那么他又会给出什么说法? 最终他又是否愿意跟丈夫江军民回家呢? 江军民的妻子江军民,今年31岁,九江市都昌县人。 江军民的话让人不禁疑惑,一家人逼他走的,这话又从何说起呢? 在照明看来,他在外面交了半天的门,婆婆怎么就不能给他开个门呢? 在照明看来,婆婆就是故意不理他,不给他开门的,这才是让他寒心的地方。 照明告诉记者,这次开门事件, 只是他离家出走的导火线,他和这个家的矛盾由来已久。 这也是闹得太大了,因为他妈妈太伤人了,他也是一样的, 我走的时候,他拉就不拉,你走就不是,要他又去又去拉, 我可能也不会走。 照明哭诉着内心的委屈,他说,当时他走, 如果丈夫能够去拉去追,他都不会走, 但丈夫就是让他内心绝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只要他一计划是不是,你叫他妈不要管那么多, 我记住我们两个过来,一计划就解决了, 可是他呢,你塞这个耳机,我就是骂他的妈妈的时候, 他就听到了,他就说了我,你说我要注意点, 我说你妈怎么对我呢,我说我也是个人呢,我说。 照明说,结婚六年来,他一心都在这个家上, 但婆婆近几年来,却总是挑他的字, 还总在外面说他的不好。 他妈妈老是说,我说我这不像过来子,那不像过来子, 说别人的媳妇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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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他们家里才高兴, 在医院说我拉了,说我什么,我不知道我拉了什么。 照明说,他从结婚以来,一直在服装厂里工作, 每天也是早出晚归,为他们这个小家努力奋斗着, 但婆婆却说,他好吃懒做。 结婚六年以来,我保家里,他说我哪干嘛, 然后家里你看,财迷永远也要钱是不是, 小孩报名也要钱,然后我婆婆说, 你也没拿钱给小孩资讯,我说我哪有钱呢。 照明探言,这么多年,丈夫的工资也没有给他, 他一直是用自己的工资在照顾孩子和家里, 但他也没跟老公计较过。 两个孩子的消耗加上家里生活开销, 他手里就没什么钱了。 从来一分都没有。 那你们的要过吗? 要过他,有时候他不给呀。 他不给我就懒得要, 因为我自己又不是没手没脚是不是。 然后有时候没钱,没钱就那个, 没钱我自己那个大肚子把我的外面花传单, 那就不拿一分钱。 对丈夫有诸多不满,他又能否改变? 结婚六娘一个电话都没有, 除非是借钱就打个电话。 矛盾交织,现实无奈, 到底他该如何抉择? 我把镜子全都卖了, 可是他们家里还是站在我。 世上只有妈妈好,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长康黑芝麻油, 喂宝宝多吃点, 喂皮肤多吃点, 喂心脏多吃点, 长康黑芝麻油, 我黑, 我营养。 去腥味, 提香味。 烧鱼烧肉, 长康料酒。 观众病毒不可怕, 少外出, 出门必须戴口罩, 勤消毒, 七步洗手最有效, 防抬还得靠自己, 帝国利民帝大家。 南城博大耳鼻咽喉医院, 专利专制, 专业品质, 电话8665个3。 不开迷雾, 直击正向。 在我身后的就是国产大飞机。 多去演示, 真诚推荐。 拖拖助拦, 实力带货。 将下套全媒体直播平台。 主播记者随时想念, 大屏小屏即时互动。 最快, 最新, 最潮。 随时随地, 看见江西。 二直播, 天天播, 二直播。 一直播。 遭遇法律难题, 随时随地进行咨询, 江西二套推出干法智慧法务平台。 全国四万名资深律师, 二十四小时在线, 六秒急速相应, 一对一在线咨询, 图文咨询, 电话快论, 视频咨询, 贴心, 快捷, 高品质。 找干法, 有办法, 小程序, 大服务。 江西都市频道, 干法平台, 让法律服务, 触手可及。 在江君明看来, 妻子就是因为一点小事, 抛下他和生病的孩子, 一去不回。 而当江君明带着我们, 赶到他岳父母家的时候, 我们才得知, 这件事情只是小敏离家的导火索, 小敏委屈的哭诉, 似乎是受了很多的委屈, 他说多年来呢, 他为了这个家也承受了很多, 但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最终江君明能否顺利地将妻子给劝回家呢? 赵敏说他虽然在家里, 但心心念念着两个孩子, 赵敏能看在孩子的份上回去吗? 赵敏坦言, 相识七年结婚六年, 丈夫从来没主动跟他爸妈打过电话, 虽然两家离得很近, 但平时也鲜有来往, 这也让爸妈对他有很大的意见。 我把镜子全都卖了, 可是他们家里还是站在我, 这样我怎么办呢? 赵敏委屈地表示, 他为这个家没有任何保留, 在儿子生病的时候, 他把自己结婚时的戒指和金手镯都拿去卖了, 但丈夫却看不到他的付出。 本来夫妻两个人就跟他没什么感情一样的, 然后被他妈妈一说, 然后姐姐一说, 更没有。 赵敏告诉我们, 有时候婆婆会在丈夫面前说自己的不是, 导致夫妻关系变得脆弱紧张。 我跟他妈妈吵架的时候, 可是他呢, 我骂他的时候, 因为他的小孩, 他的小孩是我带病的嘛, 我说我是骂了, 我说这是你这个老婆婆骂了, 是不是? 我平时我也不骂你的, 我也不会出演伤人的那个死, 是不是? 毕竟你对我太过分了, 我好歹也在你们家, 我没有功劳, 我也苦劳, 我也生了两个小孩, 是不是? 你说小孩病了, 怎么赖在我头上呢? 赵敏说, 婆婆的无稽之谈让他难过不已, 他觉得婆婆这事在故意针对他。 刚开始他妈妈还好, 对我喊那个嘛, 然后可能是去年开始, 可能有点那个, 可能是跟他女儿跟他说, 他女儿跟他每次, 有一次他女儿是说, 哎呦, 他打电话来嘛, 他妈妈跟他女儿打电话, 然后他说, 你, 可能是他妈妈叫他女儿过来玩, 你知道他女儿是怎么说, 我哪有时间过来玩呢, 我六点钟要起来洗全家人的衣服, 我说好了, 然后他妈妈就去年开始把我的衣服扔到一边, 我说我也没玩是不是, 我说然后他跟我洗, 他跟我洗, 他就洗, 他不跟我洗, 我就自己洗是不是。 赵敏坦言, 他嫁给丈夫一年后, 公公就查处得了癌症, 虽然做了手术, 但也没能挽救公公的生命。 2016年公公去世, 家里一贫如洗, 还欠了外债, 他都毫无怨言, 但婆媳关系却出了问题。 藉由这次不开门事件, 让矛盾彻底爆发。 照明说他回家近一个月, 丈夫都没有给他打电话, 只是在一二十天后才微信联系他, 这让他非常难过。 想我去的话, 我说你应该也有个电话, 也有个短信是不是, 我说你为什么要拖到现在呢, 我说你说明有我跟没有我是无所谓的。 那么听到妻子这样说, 江居民又作何感想呢? 从江居民的回答中我们看出, 他考虑问题很简单, 也没有意识到妻子和母亲之前 积蓄已久的矛盾。 赵敏告诉记者, 她要的是丈夫发自内心的关心和爱, 但两人却因为复杂的家庭关系, 让彼此的感情越走越远。 那么此刻, 江居民还能挽回妻子吗? 岳父母对女婿仍有怨言, 江居民想去跟妻子道歉, 那么他能挽回妻子吗? 赵敏回到自己的卧室, 把门锁了起来, 江居民在门外, 希望妻子能够回心转意。 江居民的岳父母提出, 想让女儿回去, 必须女婿的家人来当面道歉。 之后, 记者跟赵敏的父母进行了沟通, 他们同意不干涉女儿的婚姻, 让女儿自己做选择。 岳父岳母, 在这里我真正地向你道个歉, 对不起。 之前我做到很多对不起你们的地方, 错的地方, 以后我都会改。 还有老婆, 在这里我也向你道个歉, 对不起。 我知道你为家庭付出了太多太多, 我都记得心里面,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事情, 我都知道你的用心良苦, 希望我们以后也一直走下去。 我想, 我很珍惜我们这顿缘分, 我们的儿子, 女儿都非常想你, 整天都叫爸爸妈妈, 还是希望你能够回来。 对不起。 给我个机会吧。 给我个机会吧。 妈妈!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那只孩子想快抱。 透进了妈妈的怀抱, 心不想不了。 妈妈你回来吧, 还有韩姐姐。 今天的这个故事让人心酸, 积蓄已久的婆媳矛盾, 夫妻之间的亲年之痒, 不和谐的家庭关系, 在孩子生病期间纠结在一起, 又给孩子带来了无辜的伤害。 试想, 如果孩子妈妈还是不愿意回来, 两个孩子和张军民又将面对怎样的现实? 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 如果赵敏不愿意回来, 将来陪在两个孩子身边的妈妈又会是谁? 家庭关系的稳固,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夫妻关系是否和谐。 我们希望张军民和赵敏都能多反省自己, 然后做出改变。 你们向好的方向努力, 才能给两个孩子一个幸福的明天。 好的, 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就结束了,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 另外提醒大家, 我们的节目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明晚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